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几个包 有大的有小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吧 不过我最近买到的这几个包 我觉得都还挺喜欢的 想说在这一个视频里就都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呢,是这个Loyway的一个小包 这个包我是前段时间从Farfash买的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看看 它这个是从西班牙寄来的当时 Loyway就是一个西班牙本土的品牌 它打开以后是里边带两个卡 是这么大的一个包 打开之后就是 这一款 这个它出了很久了 我之前就挺想买的 但是一直也没想好说到底买什么尺寸 这次呢买的这个是mini size的 它除了这个mini size 还有两个尺寸 有一个比这个更大一号的 另外一个是比这个更小一号 这个的大小就在处于那两个当中吧 这个包首先我拿到以后觉得它这个皮质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Loyway他们家这个特别滑的这种皮摸上去以后很舒服的那种 这边就是依然是他们家的那个鸭纹logo了 打开是直接这样就打开了 里边是有他们家的logo 然后西班牙制造的 有三个卡位 把这个纸拿出来之后 它这个后边还是有空间可以放东西的 这个包其实它就算是一个可以背的卡包吧 因为大家看这个大小 其实它也放不了什么太多的东西 主要是作为一个装饰搭配来用的 那这个包它的颜色是一种棕色的嘛 我觉得也比较百搭一点 尤其是在冬天背 我觉得会很时髦 跟比较厚的深色的大衣搭配会很好看 我尝试了一下这个包是可以放口红的 除此之外 它这个厚度里面还是可以放一些纸巾什么的 因为它这个尺寸比手机要小嘛 放不下手机 大家想买一个能放下手机的话 我推荐比这个更大一号的那个size是 比这个要更实用一些的 那这个的价格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最近不是快到情人节了吗 Farfetch是在搞情人节的活动 好像是八五折的样子 我会把我看到的折扣信息放在视频下方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也可以趁情人节这个折扣 去选购一下自己想买的东西 这个包我收到的时候还是挺满意的 想解决它的这个容量问题 就可以搭配一个帆布袋 跟这个一起来背 也是很时髦的 第二个包是这个牌子 它叫Sato 它是一个香港的潮牌 我也是在Instagram上看到的 它这个整体的风格还是比较街头吧 挺有意思的 包包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的 它外面有附一个这样的袋子 我觉得这个袋除了装里面的包呢 还可以就装一些先鸡杂巴的东西 它也是那种防水材料的 这块有一个他们家的logo的 这种魔术贴的样子 它下边的这个材料是那种胶质的一种防水材料 整个这个包是一个很运动的感觉 它这个包有好多颜色 绿的还有紫的都挺好看的 紫色的话就是跟它这个盒是一样的这种紫 我觉得也蛮时髦的 因为今年好像特别流行这种紫色 这个特别适合在外面户外运动的时候背 或者是把它跟卫衣啊 还有一些比较运动的那种衣服搭配 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限定的风格了 很多人穿西装啊什么的 也会搭配这种运动风格的小包嘛 我们就看看它这个设计吧 整个它前面有印他们的一个logo 后边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商标 做的也是很精致的 它拉开之后里边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这个size是处于一个既实用又时髦的那种大小 是完全可以放得下手机的 那除此之外就是日常要带的一些东西 全部都放得下 我觉得更好的一点是它不太限制性别 就是男孩女孩都可以背的 这个肩带也是可以调节的 把它拉长了 斜胯在腰上也是很好看的 价格也不贵 OL风背久了之后呢 买一个这样的包 换不换风格也蛮好 那最后一个包就是我身边放的这个箱子 我只是把它拉开了还没有打开 所以就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包 打开之后里面是这样的 我是第一次在Seline的官网买东西嘛 因为之前他们家在网上是不卖的 只能在专卖店买 他换了设计师之后呢 这个购买方式也有改变 就是在他的官网上也可以买 他们家的包包啊 鞋子之类的这些东西了 我呢是在专卖店看好了之后 觉得挺满意的 我就在官网上下单了 因为不想领会加很麻烦 官网上下单之后 速度非常快 它是那种free next day shipping的 所以我当时买了之后 好像两个小时之后 它就给我发货了 转天我就收到了 我对这个物流简直就惊呆了 大家知道北美的物流速度有多慢 对吧 所以这个整个的服务我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这个打开之后呢 我也是惊了 它这个盒子里边 简震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小枕头 虽然不是说多么的精致啊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这种 里面是棉花的这种小枕头 就是很贴心吧 这个东西以后也可以放在那种 大的包包里边当称包的来用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包 它这个盒还是挺沉的 这个长得像个鞋盒的样子 首先它这个盒子就是这个新款CELINE的logo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它 它就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 打开是这样的 拿出来 好像CELINE新款的包包都是变成这种黑色的防身袋的吧 上面有一些这种纹路的感觉 依然是他们家的新的这个logo 我选的这个包呢 就是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花马鞍 这个包是我在他们换了设计师 出了这么多包款之后 第一个购买的也是最最喜欢的一款 那我当时是去店里试了之后 觉得确实很百搭 除此之外还在网上看了很多的穿搭之后 觉得跟我自己的平时穿搭风格也是很像的 跟所有的衣服都能搭配 所以我就果断的买了 那首先它是一个他们家的这个老花的帆布包 它也是跟LV的那个Canvas是一样的那种材料 外边有涂层的 但有一点跟LV不同事 它这个边上都用了所有这种棕色的 还有这个肩带啊 全部都是真皮的 我今天就跟大家迅速的开箱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包的具体测评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可以单独专门做一期这个包包的介绍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它 先把这个肩带拆了 它这个肩带上有孔可以调节 然后我把它穿起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子的 是从这里开合的 我觉得这个还挺方便的 而且这个容量 这个包的容量也蛮大的 里边什么日常能带的都放得下 而且这个包的自重很轻 它的价格在Celine的包包里真的算是非常平价的一款了 可能也是因为它不是全皮的原因 毕竟我之前买的那个box什么的 都现在涨到4000多了 对吧 这个的话1000出头就买得下来 所以还蛮好的 搭配风格上这个包也是非常好搭的 不管你是穿的很休闲 或者是穿的很正式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它这个材质也是比较耐用的 所以我觉得也是应该会陪伴很久的这种 顺带跟大家说说 我买了几个手势 因为我怕我发下一个视频的时候 这个折扣就结束了 就是Fidoma这个牌子的手势 他们家情人节也是有活动的 好像是85折 所以我觉得这个折扣买就很合适 那我前段时间买的两样产品 我还挺喜欢的 一个就是我现在带的 他们家这个很经典的水壶的这样一个项链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首先它这个做工我觉得就不错 这个水壶样式上面还有一个珍珠 它这个链条还是挺细的 所以戴上之后就感觉很优雅 它这个是长短可以调节的 戴起来也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是情人节的这个戒指 也是上面有一个珍珠元素的 它也是这种不是说特别宽的 所以戴上之后感觉还是很优雅的 它好像是情人节新出的一个款式 我觉得还挺日常的 不管是戴在这个食指上 或者是其他地方都还蛮好看的 它这个情人节的这个包装 是比它正常的这个盒子 多了一颗小红心 我觉得也还蛮可爱的 之前买的他们家的首饰是 也是这样的盒子 但是没有这个小讨心的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可以趁这个情人节八五折来买 OK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想买这几款包包的朋友 有一些参考吧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欢迎给我点赞留言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